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三节到二章十一节 昨天我们提到保罗 他行程改来改去 被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误解 那一般我们面对人的误解会怎么说明怎么解释呢 我们会说你看看我的学位 我是加玛列的门下 你看看我的影响力 我的地位 我是整个大仕途 你也想到我跟你的关系 我会骗你吗 我们可能会从 想要从我是可信的 所以我所传的也是可信的 这个角度来说明来证明 但是保罗他却反过来 他说不是我能够证明神的道是真实的 是神的道能够反过来证明 我是真实诚实的人 因为这个道是你们经历过的 这些应许你们都一同领受了 圣灵的工作你们也一起经历了 所以既然我所传的这个道是这么真正切实的 是这么纯正的 以至于你们可以相信我是一个诚实的人 我这个行程的转变 不是为了自己 不是自己的私心的动机 今天的进度就要接下来继续有一些说明 他真正的原因 二十三节 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 我没有往哥林多去 是为了要宽容你们 保罗的意思是说 上帝可以来在我的心里面做见证的 我当初改变这个行程的原因 是为了要宽容你们 这个宽容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宽容是 他已经写了一封严厉的信过去 对不对 然后保罗那时候在想 我如果按照计划现在又过去的话 你们还没准备好 那个罪还在 我看到你们仍然在这些罪恶的里面 我又会再跟你们有冲突 所以我盼望你们是预备好了 你们是真的信仰成长突破改变了 那么我再去 所以保罗说 他为什么改变行程呢 是为了你们 保罗要表达是说 我去是为了要使你们得益处 我没有去 也是为了疼惜你们 为了你们预备好 为了你们在信仰上突破成长 在信心当中经历了 那个因信靠神而带来的喜乐 所以我才没有去 所以保罗就接着说明解释 我们并不是挟管你们的信心 这个挟管原来的意思是 做主人来挟制 我不是你信心的主人 你信心的对象是上帝 我不是 我不是要逼你生命信仰改变 我不是 我是什么角色呢 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 这个快乐是喜乐 我是做你们喜乐的同工 保罗要表达的是 在更多教会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 传道人 保罗说到他自己 是一个跟你们同工的角色 是协助者 信仰生命要成长改变 那是你们自己要去面对上帝 所以你们还没有自己去面对上帝 去回应 悔改 去重新成长 建立 那么我再去 这个对你们的帮助不大 所以保罗他要强调是 我没有去真正的原因 是等你们预备好 在这里 这两节 保罗要表达的是 我后来改变行程 是盼望你们 自己好好的面对上帝 因为更多教会 我们在前书看到 里面有好多的问题 你们要好好的面对上帝 在信仰上成长 等你们准备好了 我再去 否则我再去 我看到了 我又要责备 那我不想要做那个 取代上帝的角色 我只是一个同工 帮助你们在信心上成长 帮助你们领受 救恩带来的喜乐 所以这一说 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 应当做 做你们喜乐的同工 因你们平信 才站立得住 因为你们在信心上 站立得稳 站立得住是站立得稳 就是更多的脱离罪的辖制 那么 你们就可以得着 那个救恩的喜乐了 第二章第一节 我自己定了主意 再到你们那里去 必须大家没有忧愁 这个就是我前面讲的 宽容的意思了 就是保罗有一个 匆匆的拜访 那个拜访是一个痛苦的访问 回来之后写了一封严厉的信 这个在后面我都会提到 所以保罗说 他已经做一个决定了 我要去到你们 再去你们那里的时候 必须大家没有忧愁 这个忧愁的原因就是 保罗去责备他们 所以他是希望更多教会 已经学到该学的功课了 之后他再去 他不想取代上帝的角色 他只是一个协助者 真正要面对上帝 面对信仰 是你们自己的责任 我该讲的我已经讲了 倘若我叫你们忧愁 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 谁能叫我快乐呢 这里在翻译上 我们稍微把持续调动 就比较能理解 应当是 倘若我叫你们忧愁 谁能叫我快乐呢 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 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 指的就是各人多教会 所以原来的意思是 倘若我叫你们忧愁了 因为保罗去责备他们 那你们又很介意我的忧愁 那个忧愁就是伤心 难过 挫折 失望 你们又很介意我的忧愁 那谁能叫我快乐 当然就是你们 所以保罗的意思是 你不需要一直来叫我快乐 只要你们真真实实的回来 只要你们好好的去面对 对信仰上的这些得罪神的地方 好好的去调整 回到神的面前 那我当然就快乐了 第三节 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 这里指的就是 那一封遗失的信 那封严厉的信 保罗要表达的是 我写这个信 去责备你们提醒你们 是什么原因呢 是什么动机呢 恐怕我到的时候 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 反倒叫我忧愁 他说我写这封信的目的 我后来没有去 我写了这封信 可是怕 我如果就按着计划 去到你们那里 你们的罪都还在 你们本来应该叫我喜乐的 所以这些人 当然就值得更多教会里面 特别是那些犯罪 或者是直接顶撞保罗 挑战保罗权柄的那些人 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 反倒叫我忧愁 保罗说 更多教会 本来应当是我的喜乐 我的满足 可是我如果这个时候 按照计划去 那我会再跟你们 有一个很大的掌 所以我写封信过去 我先写了一封信过去 我也深信 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 为自己的快乐 你们盼望我是快乐的 更多教会 当然会希望保罗 以他们为荣 以他们为快乐 但是保罗的意思是说 你们只要从罪里面悔改 那么我当然就快乐了 你们不是来叫我快乐 而是你们快快的 回到神面前 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 多多的流泪 写信给你们 这个信很显然 不是更多前书 因为更多前书里面 没有那么多的情绪 情感的欺负 所以是那一封遗失的信 严厉的信 写信给你们 不是叫你们忧愁 乃是叫你们知道 我格外的疼爱你们 特别写了一封信 里面的措辞表达 是这么样的原理 你们要理解 我是善意的 是因为我爱你们 这就有点像我们做父母亲 有时候我们会跟孩子讲说 你继续沉迷在网路 你继续跟这一群 这个扶群狗党在一起 你继续顶撞你的上司 在公司里面 或者在班级里面作乱 你继续这样做 你会得到什么下场 你应该要改变你的行为 改变你的想法 你应该有一个更诚实的品格 等等等等 我们在跟孩子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会讲得具体 会讲得清楚 甚至有时候 我们会有些情绪的激动 因为我们知道 他这样做 是很深很深的害了自己 也很深的害了身边的人 但是那个背后 我们知道是爱 不会是为了我们自己好 我们知道他们降下去 他们的人生 可能就会受到 很大很大的亏损 不过这里也表达了一件事 就是传道人的服事里面 传道人的善意 常常是很容易被误解 扭曲 甚至被负面的解读 其实我也想过 在我年轻的时候 那辅导牧者找我服事 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服事 我那时候就觉得 是我很厉害 其实人家在想的是 给金龙有多一些机会操练 帮助他将来在事奉上 可以有更开光的眼界 更熟练 更老练 可是我们那时候想 自私的 邪气的 想会觉得 所以是你来找我 那姿态就有点高 那有一些东西 我们没有做过 辅导牧者给我们 他是要去扩张我们 去挑战我们 那在做的里面 我就有心情了 我觉得 这么重 然后这么多事 那么多要去沟通 因为我们姿态摆很高 所以就会开始有抱怨 就会觉得说 这个我不做了 你这样 太欺负人或怎么样 有些抱怨 然后呢 辅导牧者还要来 倾听 安抚 事实上我后来发现 他要自己做 马上就做好了 那他为什么给我做 事实上我有一个操练的机会 他给我平台 是要成全我 但是我一直搞不懂 一直到我当了牧者 我才知道 我就回想起 他们那时候还要 请听 请喝咖啡 吃点心 陪笑脸 道歉 道歉 他们的善意被我误解 甚至互相的解读 扭曲 他们还要说 对哦 我那时候 好像给你太重 哪一些我可以来做 那时候都不懂 真的 当了传练人之后 我才明白 我们起初以为 我们付出爱 付出关心 我们去成全人 人家会感激我们 会谢谢我们 给他机会 但其实常常是相反 常常被误解 被误解呢 有时候解释不清楚 你知道 为了成全他的缘故 再弯下腰 再给他机会 有一天 他真正长大了 他才能够明白 保罗他在这里 他也是在表达说 我是因为爱你们 所以我改变了形成 你们现在却反过来 说我反反复复 我的决定是从情欲起的 是忽视忽飞的 保罗在这里说 不 你知道 是因为我格外的疼爱你们 是我在乎你们 第五节 若有叫人忧愁的 这里指的是 里面有几个问题人物 他不但叫我忧愁 也是叫你们众人 有几分忧愁 几分是说 叫你们众人 有一点 有一些忧愁 保罗又补充了 我说几分 恐怕说得太重 保罗要补充说 我说只有一点 是因为我怕 我说得太重了 保罗其实要表达是 在当中有一些问题人物 他是直接顶撞 得罪保罗的 但是保罗说 这些人不单单伤害了保罗 也伤害了整个教会 因为前面已经说了 教会跟他的牧者 有一个密切 不可分割的关系 当这些人攻击保罗的时候 整个哥林多教会 也受亏损 也有忧愁了 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 也就够了 倒不如赦免他 安慰他 免得他忧愁太过 甚至沉沦了 保罗在写的信里面 在第九节又说了 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 保罗在这一封 研义的信里面 有提示到 怎么样针对这几个问题人物 给一个足够的纪律跟惩处了 那保罗在这里说 他已经受了足够的责罚了 因为提多回来报告了 那他说 倒不如赦免他 安慰他 免得他忧愁太过 甚至沉沦 所以这里有个原则 教会施行纪律 管教 那这是一个公义的原则 但是呢 这个管教的背后 是出于爱 现在呢 应当是挽回安慰的时候 挽回安慰 也是出于爱 保罗的动机是什么呢 免得他忧愁太过 甚至沉沦了 他受了够多的责罚了 现在安慰他 挽回他 所以我劝你们 要向他显出 坚定不移的爱心来 让他知道 我们爱你 我们不是要把你撇弃 不是要把你切割 我们真的是希望你回转 挽回了 挽回你 为此 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 就是在那封严厉的信里面 有指示怎么做 要试验你们 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 保罗特别针对这几个人 他有一些指示 那要看教会 愿不愿意回应保罗这个指示 看起来教会是有的 有针对这几个人 有一些惩处 教会纪律 但保罗说 现在要把他挽回 你们赦免谁 我也赦免谁 我若有所赦免的 是在基督面前 为你们赦免的 这里保罗要强调是 我也尊重教会纪律 委员会 就是整个教会的决议 你们在教会里面 你们看这个弟兄 已经改变 那你们愿意宽恕了 那我就也宽恕 那我愿意这样宽恕 因为他是当面 可能是顶撞保罗 当面得罪保罗 所以才说 我要赦免他 我若有所赦免的 是在基督面前 为你们赦免的 在这里 第十节要表达的是 我要赦免 是在基督的里面 也是因着你们的缘故 来赦免他 为什么呢 免得撒旦趁着机会 胜过我们 因我们并非不晓得 他的轨迹 当管教过头了 反而使他忧愁 沉沦 这个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提醒 比如说某一个童工 他有一些状况 那么有劝勉 教导 陪伴 后来真的不行 进到这个基督 小组基督委员会 里面去 在谈论的 不单单只是 OK 要停止他的职份 要做什么样的层出 更应该谈的是 怎么帮助他恢复 怎么去挽回他 怎么去建造他 比如说找到 什么样的资源 去协助他 陪伴他 辅导他 有什么样的弟兄 可以为他祷告 几个基督委员会的同工 可以固定的为他进食 祷告 那么有一些人 可以持续的 关怀陪伴他等等 这应当才是一个 完整的一个 纪律的过程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基本上这一段 整个大的主轴 是蛮清楚 就是保罗提到 他形成改变的主要原因 他的行事为人 他所思所想的 都是为了主 都是为了教会 去是为了教会的益处 现在不去 是为了宽容 还是为了教会 责备是为了爱 赦免也是为了爱 表达 保罗在事奉上 是没有私心的 他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 考虑的都是 上帝的心意 都是教会的需要 哎呀 求主也给我们 这样的心 那这里面还有提到一点 也是要补充的 这里提到说 我们并不是 狭管你们的信心 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 就是 是你们喜乐的同工了 因为你们 平信才站立得住 保罗要强调 我不是你信心的主人 在那里下关你 我不是你的上帝 意思是这样好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刚刚信主 那么有些时候 生命在低谷里面 很难过 那个时候 我会觉得说 辅导牧者 必须来陪伴安慰我 会抱怨 怎么我安慰那么少 都没有人鼓励我 都没有人安慰我 那么当然 透过这段经文才知道 原来 成长 是自己跟上帝的事 那个时候 我一直觉得 是辅导的责任 他必须来安慰我 他必须来牧养我 建造我 拉拔我 没有错 传道人 有一些责任 牧养的角色 带导角色 指导的角色 但是 真正 自己生命的突破 成长和改变 是我们自己跟上帝 我们不可以让辅导牧者 变成上帝 我们期望这些 辅导牧者 扮演上帝的角色 把我们从苦境 难过受伤的情绪 里面拉发出来 保罗说得很清楚 他只是一个协助者 他这么样大有能力 他自己也很清楚 自己侍奉的角色 而且保罗是说 我是跟你们同工 跟更多教会一起同工 你们自己面对上帝 那么 我在你旁边陪伴你们 一起去面对上帝 成长是你自己的事 我只是一个协助者 你才是一个主要的角色 那反过来 我现在做了一个牧者 我也学习 要小心 不要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扮演上帝的角色 真的求主给我们智慧 有时候我们介入 或者我们 在弟兄姐妹的困境当中 我们出席 我们参与 是为了主 有时候缺席 有时候呢 默默的祷告 也是为了主 求主给我们智慧 要留意 让我们知道 怎么样按着上帝的智慧 建造教会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 透过这个段经文 再次提醒我们 原来生命的成长 使我们自己必须要 真实的 全然的面对上帝 而不是 希望任何人 拉拔我们 让我们改变成长 后主啊 求祢是恩怜悯 帮助弟兄姐妹 在这样的困境当中 更知道 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 知取应许 知取力量 也愿主是恩怜悯 我们做牧者的 有时候会热心过头 不小心扮演了上帝的角色 仿佛要决定 弟兄姐妹 生命的每一个决定 每一个选择 主求祢怜悯我们 祢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过是 一个协助者 让弟兄姐妹 真正的到祢的面前 真正的按着祢的话语 来生活 后主 这才是我们的角色和托付 愿主 继续借着每天的话语 来帮助我们 喂养我们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听着我们的角色和托付 这是我们的配合 我们的角色和托付 也许 我们的角色和托付 有变好